面孝比喻是形容天國好像面孝一路發財 形容它那個長大 就是天國變質 變質是變好的那種變質 就是面孝加了下去它就會改變 它的增長是改變質素的 就是生命的改變 我們很感謝神 我們形容的時候 形容這個俗性就是神 住在人的心中 它的生命真的變得很美麗 充滿愛 充滿喜樂 接著馬帝十三章44到46節 唐寶與田與藤珠的比喻 都是講到人們找到一些財寶 它就放棄其他去得到耶穌 這些教徒都是講給我們聽 我們得到耶穌 我們就放棄其他 因為耶穌比一切更加寶貴 殺網的比喻 就是講到有人殺網 又捉了很多海裡的生物 它就會選擇 有些好的 就要 不好的就放棄它 這個就講到抹世了 就是審判的時候 殺網 要跟它殺網去捕捉 帶人去進入天國 但是在網裡面有好有不好的 那些好的是得救 不好的就堅在火裡了 所以這個天國就講到救恩 人日生命 原來我們有沒有跟從神 然後到審判 好 我們要調下去了 因為時間不多 耶穌里海 馬太十四章 二十二到三十三節 那耶穌走在水面上 就讓我們看到它超越自然界的 那麼我們對於基督徒來說 我自己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耶穌說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定期 做給你更加的事 我就相信有一天 可能在受迫伯的時候 我們需要離開來逃走 就是神可以使用這些方法 或者好像耶穌 曾經有人把耶穌推到山崖 他就在他中間走過 那時候他還沒復活過 就是他的身體都可以 好像復活之後那樣走過 就是他復活之後 因為在這個門 關了門 關了門 會突然出現 那麼我們都可以 神可以給我們這個能力 但是我不說一定會這樣 我不知道會這樣 不過我只是說 我們都可以伸展我們的信心 到有一天受迫伯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試一下去走海 就是神是有這個能力的 有信心 有信心 神你可以的 你會祝福我的 如果我真的被人抓了 被打 被殺死 不要緊 我上天堂 但是我憑信心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 那麽太十四章 三十四節後 就是人求耶穌 准他們摸他 衣服的衣服 這也是講到身體的接觸 就是接觸的時候 或者接觸他的衣服 就會傳遞能力 那支持按手歧督 是可以傳遞能力的 那我自己試過 按手歧督很多次 那另外有一次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有個人坐一張椅 我坐一張椅 那我跟他按手 他就說 牧師啊 你膝頭摸到我 我感覺有能力進入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額外的支持 就是我不會當這個是一個 正式的教導 不過是一個額外的支持 正靈充滿的人 身上 隨處都可以 帶著神的能力 接觸的時候可以傳遞 神的能力 好 我們繼續 馬太十五章 有一到二八節 耶穌稱讚加南古人的信心 這個古人就是他信什麼呢 他信神 這個主人卓子上 調下來的 最佳魚都救他 敵 就是說耶穌那裡 迫這麼多恩典走下來 都對我有益處 這個信心就是 所以神那裡的東西都是好東西 我都講過 信心最重要是 我們認識 我們信了是誰 都是信任 認識神 我信任神 我知道神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信任他 信任他那裡 那些 就算那些水渣魚之內 都是好的 總是從神身上來的 總是好的 那這個呢 耶穌就稱讚他 就是相信神裡 什麼都是好的 好 接著呢 現在就跳下去了 馬帝十六章 耶穌在地上最後旅程那裡 馬帝十六章十三節 在該撒尼 比如說 給這個呢 在加利利海以北 四十公里的地方 就是 離開了 去以色列的地方 那他就問他們 他首先就問 那些人說我是誰 跟著就問 你們說我是誰 那麼彼得就認 他是基督 是永恆 是永恆神的兒子 那神 耶穌就說 這個不是 不是血肉子是你的 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 那這裡講到什麼 神的屬性呢 就是神會跟我們溝通的 信靠他的人 會收到神的信息 但是同時我們都知道 魔鬼都可以全信息 所以 魔鬼就叫彼得去 去討刑耶穌 以及去叫耶穌 武甘神的父架 就是我們是 神是可以向我們溝通的 那這個是 讓我們看到神的能力 還有我們跟神關係 可以很密切的 他可以 和我們有密切的溝通 那麼 耶穌呢 認識他是 獨一的真神 好 我們倒下去 那主義言 第一次義言 他受苦 被殺 和復活 馬太十六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那麼 耶穌是三次義言的 那這個呢 也都是非常之特別的 因為第一他有這個神聖 他知道將要發生的事 他不是懼怕 他預備好他自己 他是將會為我們完美的 他是 因為他有這個勇氣 和神 是屬於神的勇氣 他們都知道將要發生的事 也都是成就神的計劃 因為舊樣已經延遲了 這個勇人是會受苦的 是會 是會 被神擊打的 是 在 在這個 安置在死地的程度中 在這邊22章我們講到是死的 好 那我們繼續 馬太十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八節 有些人要跟從主 就當寫幾倍十節就跟從主 但是呢 這件事情很多人都說很難接受 為什麼 還有那些人都覺得 信耶穌就可以了 只是信耶穌 那為什麼要去寫幾倍呢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想 為什麼要寫幾倍 這個聖經是有講到 高比德 要叫耶穌不要聽十字眼前 耶穌說什麼呢 因為你不體協神的意思 只要體協人的意思 就是 聖經原來告訴我們 人的意思 就是 人的有行 而基督 為什麼可以身邊說 就是 我們完全被神掌管 當我們體協人的意思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真的想走上耶穌的路 就是寫幾倍 如果有人跟從我 就應該寫幾倍 十節的跟從主 如果過基督 這個世界 真的充滿了神的榮耀 不過我的基督 很多都是見幾倍 就是始終沒有幾倍 他可以 但是如果我們 很多人 他就有心事無神 但是說到寫幾倍 他就覺得很慘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 我愈肯寫幾倍 我心裡就愈提升 我愈得福 我愈寫幾倍 我愈得到更多 那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害怕了 好了 背十字的跟從主 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就會把這個意思 就 不是用聖經的定義 多數人說背十字架是什麼意思 受苦 但其實在替正經不是 正經背十字架是去釘十字架 釘十字架就是背十字架 我不再看重我自己了 我生命是 已經和耶穌一起死了 我再回過來 但是我真的 大家聽過很多很多 背十字架 講到受苦 就是覺得解釋就是受苦 這個也是沒有聖經的 但是 很明顯的聖經之前 耶穌被釘也是背十字架 所以就是說 我們真的看自己是死的 我放下我自己 我放下我自己行的 也都看到什麼呢 神的恩典 就是 神是完全聖結公義光明的 慈愛的 充滿恩典能力的 它裡面充滿了美善的善 全部都是美善的 當我們 在願滅全然的走在神的路過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發揮 就會光輝 但是如果我們 讓自己攔阻神的工作 我們自己受苦 好了 馬太十七章一節八節 那些原著 這裡就講到 耶穌裡面就是 耶穌裡面就是 就是 這個充滿榮面的 它現在好像 就是把那個 它外面的人 放下了 然後 整個就 將那些光輝 流出來了 這個 給我們看到第一 就是 耶穌是充滿榮光 祂是神 也都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都是 熟神的 我們是一樣 有這個榮光 我們都是很榮耀 我們肯聽神的話 放下自我 我們個個都可以 很大的光輝發出來 OK 好 繼續 馬太十七章十四到十八節 文章說到 有一節就說到 有個人有天文的病 那他們趕不到 人都來跟他們趕 趕完之後 那些文童問他們 為什麼我們趕不到呢 因為你信心少 你有信心就有戒口 擁有人的儀生 還有這一類的鬼 是需要禁食草告 才能趕出來 那這裏是告訴我們 就是趕邪靈的人 都需要自己有信心 那這件事都是很明顯的 就是跟神的關係很密切 很明顯就是有些人趕邪靈 很明顯看到那個魔法很強 因為他們有神的強烈的動作 就是好像那個人呢 裝滿神的動作 這個意念 在基督教群體 有些人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可以裝滿 充滿 那有什麼經文支持這件事呢 第一 譬如耶穌聖經講到 是被聖靈充滿無可犯量的 就是他可以補大 詩編22篇第三節 誠你是聖節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你為寶座的 或者作居楚 就是神就住在我們的讚你之中 而舊約到新約都有一些人呢 親近神很多呢 就有神的強烈的同在 那有什麼例子呢 初期教會 他祈禱地大震動 然後呢 他們就很大的改變 就被聖靈充滿 另外呢 就是 保羅西 他要抓去坐牢 他們就祈禱 讚你神 然後 地震 鎖都掉了 那這些都是 神的強烈的同在 而舊約呢 有一個人物 就是薩姆爾 在薩姆爾記上 第十章和十九章 大家可以寫 第十章和十九章 就講到兩個事件 十章呢 就講到 薩姆爾高立了蘇羅的王 就叫蘇羅去一個山 在那裏呢 就會見到一群先知 那群先知 那群先知 就在那裏奏樂器 還有呢 受錦說話 那他說你去到那裏 就會見為新人 那其實他們的奏樂器呢 就不是 激古 那些才是 那些其實呢 應該就不是 奏樂器 他們就在那裏 讚美 還有呢 受錦說話 那這個 原文呢 其實是 說語言 那我順便講講 那麗多前 十四章 呢 先知講道之靈 先知講道 其實原文是 語言 因為翻譯聖經人沒有人接受說語言這件事 在教會運作 他們就將它變成先知廣道 這是因為翻譯聖經人 他們不相信有說語言這件事 好了 那就在《社會記》上第十章 《社會記》跟蘇羅講完話 轉身離開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新人了 聖經人說 跟他一起他就變成新人 然後去到那些先知廣道 他就受說語言 這是第一次的改變 第十九章 翻譯記上十九章 就講到蘇羅那時候就不聽話了 就是經歷性靈代他就聽話了 他就不聽話 他就追殺大衛 就有人告訴他 在蘭若那裡 他就差遣人去到那裡抓他 差一個人去到那裡 那人去到那裡中間 又受敢說話走著頭 差第二個又是受敢說話走著頭 第三個又是在那裡說語言 這個到底是說語言 還是好像我們今天講謊言 一邊講謊言 一邊講實話 是怎樣 我們不肯定 總之這個是經文裡面可說的 三個人就是這樣 結果蘇羅就自己去了 蘇羅自己去了 他又受敢說話 接著他就脫了三分 一走一爺 這個也講到在神的同在這幫先知門那裡 那個經文就講到 撒亡以監管他們的 他在那裡受敢說話 撒亡以監管 即是說原來《舊約聖經》已經有聖靈的聚會 但是撒亡以監管一幫人 在那裡站著很長的時間一路受敢說話 而大衛就走到他那裡 所以大衛呢 我們發覺 他是有講到經歷神的 比較 比較其他的和 他是肯定經歷神是很強烈的 他現在甚至比他先知 有很多都不像他那樣的 所以他講到 他去到聖節是尖養神的榮儀 即是他和神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這個是尖養神的榮儀 就是呢 講到他去到他看到神的榮儀 而聖編雅以監管 形容到聖節教 所以呢 大衛應該就是由撒亡以監管 也都可能他做了真同情關係 他由撒亡以監管 學到這種長時間的親近神 以致神的同在加強在他身上 這個教導在聖靈的圈子是有的人 但是在圈子不接受聖靈 他就是沒有這個觀念 即是他們不會說 神的同在加強在這個聖會那裡 加強在這個人的身上 而這裡就講到說 就是因為你信心少 所以信心大的人 信心大的人應該跟神關係好 心信神是最美善 最有能力 不一定說 我要信得很強 信信信得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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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堅定 這個只是一種意志 信心不只是意志 是我們很信得過實 因為我們看到兩個例子 就是加南普人和那個法夫長 加南普人就相信 神那裡的恩典來到 那麼多歲家園都很好 而那個法夫長就說 你一句說話就有權力了 所以他們就相信神那種微信能力那種大力 好 然後跟著 所以這裡我講到就是這個 耶穌所講的就是禁止訪告 就說這個人更加有神的朋友 就是他們信心少 所以他們趕邪靈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說 馬太七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節 從兒口得歲眼 那麼 耶穌本來說 收稅呢 就是 是不是由兒子那裡收稅 應該不是 不過呢 為了 就是不要 冒犯他們 那你要去見魚 那 那釣了一條魚呢 那口那裡有錢 那就夠你和我交稅 那這裡呢 看到一件事 神掌管動物 和掌管發生的事 就是那條魚呢 應該有人在那裡掉了 那個魚呢 就跑去捐了那個魚 然後那個魚呢 就跑去那個舌 那這個呢 就看到神那個掌管 就好像約華那條魚那樣 那這個就是神掌管一切的東西 馬太十八章五至六節 接待人和半島人 接待 小子的就是接待耶穌 接待耶穌 接待耶穌就是接待 太距離的主 的神 然後呢 就是講到半島人 如果你半島人 不如你半島人 那種神怎麼爭吾 那我們應該怎麼態度呢 我就留心了 我們說話有沒有影響人 有沒有令到人呢 會對神的信心改變呢 影響他和神的關係呢 傷害他呢 影響他的信心呢 那我們就小心了 因為正經是很清楚警告 不要去傷害人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試過一些經歷 就是被一些基督徒傷害過 他有些說話 有些行為 有些排斥 他又不知道 他覺得他對 他覺得他呢 你做錯嘛 那我就罵你了 我就排斥你了 那 但是我們受諾的人呢 就覺得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所以我們基督徒要學習 有些人這樣傷害過 我就留意我以後都不要接受他 小心自己 而神就是說 沒有看重每一個人 任何一個小子 很微小的人 神都看重 有人換到他 神一定會 這件事一定會 很重要的 好 好 那就 馬提18週15到18是處理人的罪 就是如果有人隔著你 你先去跟他講 他不聽 你就找一兩個人 兩三個人來講 句句都要定準 句句話都要肯定 有證據 然後呢 他不聽 就報徒教會 如果他不聽教會 就看他就外光人和順利 就說呢 這個就是處理 有人有罪的問題 不過很多人都不聽話的 很多人呢 看到有人有罪 是做什麼事呢 第一件事是做什麼呢 講行話 就會找人講的 不是找他講的 差不多九成以上的基督徒呢 被人傷害 他的行動 就是找別人去講 而他講的 不是想著跟他講的 不是想著跟那個人去講的 我試過很多次 有基督徒告訴我 有另一個人傷害他 他說 好啊 我跟你處理 他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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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 那沒有朋友做的了 其實我們處理不代表沒有朋友做的 不過人很怕這件事 很怕處理 但是呢 他又不怕他講給別人聽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很多人被人傷害 然後就找你來談談 講完呢 只是講一下而已 並沒有想去怎麼處理 那這個都是很多人喜歡跟同 跟同的工作 那我 很多次的 那些教育跟我說 有哪個人有問題 我說我跟你去講 他又不肯啊 碎他碎了很久 這個肯說了 我又不另一個 你肯不肯說呢 我知道他兩位之間有問題 那個人又要碎了一大堆 走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發覺 處理得好 其實真的可以處理到的 我們不用要控訴某一個 就是說 有發生這件事 你覺得這件事是否合不合 應該怎麼處理 那他都會說出 應該怎麼處理 不過 我真的見過有些人 處理過之後 跟著他又不改另一個人 那這個就是說 他心裡有問題 那這個都是 人與人之間常有的問題 那這個大家都會 就是跟耶穌的方式去處理 那也都看到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就是說 第一跟那個人說 就是不是將他傳開 是直接跟那個人說 我真的很少見到 有人直接跟我說的 不過 間接告訴我 誰說你什麼什麼 這個真的不錯 很多時候都有的 這個人也是有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是 看望人直接 不要製造很多麻煩 不要製造很多善話 我順便說一說 以前有一個人 離去前契 我之前 他後來離開前契 為什麼呢 因為是有一個子 會帶他 這個弟兄 去前契 但是那些人 就整天在那裡傳 傳他兩個伯伯 其實是沒有的 那男生後來說 我都沒有發生的事情 他就告訴我 我都發生了 令到他很不喜歡 結果離開了教育 那些人很有空 那些人很有空 那些男女的事 真的很有發財 很有興趣 但是他不是幫人 他是令到那些人 很奮心 所以我們就是淺心 我們的說話 文人所說 可以走開了 那些人 要對他公出來 好了 馬太18章19到20節 就是有兩個人同心 討告的時候 神一定成前 還有兩三個人 奉主的名聚會 是主解他中間 那這裡就給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神是喜悅 基督徒同心祈禱和聚會 和聚會的 神不是叫我們做獨行俠的 不是叫我們基督徒 單獨 是基督徒一起 這樣的時候 神就喜悅 神就會祝福 十八章有一套人 圓著七十個七次 還有跟著下面那個比喻 就是有個人 那個主人 天國好像一個人 那個主人 一千萬兩元 哇 很大的數目 他求主人 主人就放了他 但是後來有人 他十兩元 他抓去坐牢 這個比喻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其實犯罪 很多次得罪神 就好像一千萬兩元 但是人你抓住我們 一定沒有我們抓住神很多 就是每個人都是 因為我們每天都很多罪 但是我們不是每天抓住同一個人 所以抓住人的數目 是不是這麼多的 或者人你抓住我們的數目 是這麼多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聖免我們這麼多罪 我都要嚴恕他 但是嚴恕那個鑰匙呢 就是我自己從神領受到 就是看出人 連出他 因為其實人都是受傷害的 因為世人都犯起罪 也都世人被人傷害 所以他一生都是受很多苦 所以他就會傷害人 那我接受這件事 我就會接受 所以他只是懂得傷害人 因為很懂得傷害人 所以我就不介意了 我就黏韻他 我就想祝福他 想幫助他 那這個就是個鑰匙了 而警告是什麽呢 不嚴恕人是自己受苦的 第一就是心靈受苦 沒有起落 第二就是神不喜歡 神不喜歡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我順帶去講 有很多人就 他有些問題 他想同情幫助 他就說神沒有幫 所以他就埋怨神了 那我就會知道 當你埋怨神的時候 你就封了 你唯一得到幫助的路徑 唯一得到幫助的路徑 唯一得到幫助就是我們親近神 但是很多人當有問題 他就會埋怨神 那我通常就會說什麽呢 你想回神做過這麽多事情 在你身上 你記得神做過的事情 你就多謝神 你就相信神以後都會做 但是神不是一定會即時 那些問題馬上拿走 其實都會有一些問題 就應該解決 這個是教導我們 學習 以靠神 相信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就 放心信靠神 就不要去 埋怨 去擔心 而是相信神一定會 一定會幫 給我的 或者他不是用這些方法 用這些方法 一定會供應我 一定會幫助我 我生命不會因為這個人 這個困難 就能夠 有人傷害我們 我不用介意他的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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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重要 所以你答應